画面上这个漂亮的女孩叫刘晓傲 今年是19岁 一直梦想做一个空姐 可是这名花季女孩在青岛求识职业技术学院 读了不到两个月的空城专业 还没有来得及展翅高飞 就折翅陨落了 10月27号 她和四名同学还有六名老师 一起喝了就48种啤酒之后 从这个酒店的卫生间坠楼死亡 事发之后 在这个网上是轰动很大 而青岛求识学院就坚称 学校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迟迟没有和死者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死者家属为此不断的上访 为了化解这种社会矛盾 当地的街道办 掀起垫付了60万的赔偿金 暂时就平息了事态 而面对这舆论的观众 学校的书记叫徐建中竟然说 说这是怎么了 我们学校非常普通的一件事 怎么就这么多人关注 非常普通 我们听出了什么 老师带着女学生出去喝酒 非常普通 学生喝酒之后意外坠楼身亡了 非常普通吗 只能说出此话 这个书记还真是不普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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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